并所周知 来东北旅游 必玩的项目就是冰调 为了体验最正宗的冰调 我带着旅选 从广东飞到东北的最北 据当地调游说 在中俄国境附近的一个大狐狸 运行非常暴躁 虽然天寒地动 道路非常艰辛 但那里肯定能让我们掉到爽 但万万没想到 一天由于小看了 东北冬天的微 零下二十多度 我们只租了一辆普通的 SU尾 接五线车了 于是第二天 我们租了辆转业越野车 本以为万无一死了 结果下点 前一天的更大游战处 而且还跟昨天是同一个地方 平傍晚 找到附近村子的大熟 开着农机 游客出来就得大雪地 连农机都打滑了 不仅没进去 车也给干报废了 收车滑了好几千块 风雨感同身受 为啥当年德国没打进去 额都死了 干服了 真的是彻底干服了 这么拼命的要进去 也是因为那个湖里 真的是什么鱼都有 但渔行再好也没辙了 这趟机票酒店修车 都会花了两万多块钱 但是不能白来啊 我们找了附近的一个小支流 据说也是和那个湖连在一起了 鱼心应该也不差 能不能钓回本 就看这条小河了 今天的策略很简单 我们要先在帐篷里钓小鱼 再把小鱼挂在冰钓陷阱上 再把陷阱摆在帐篷附近 一旦有大鱼要勾 陷阱上的小旗站 就会只能起来 接着把鱼死尽转上来就好了 你们真的无法想象 零下20多度还刮着风 是有多痛苦 帐篷里面烧着炉子 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 快进来 赶紧那面都给你盛好了 赶紧吃点肉 这也太幸福了吧 这面这肉绝啊 好嘞 开吊开吊 压住 一拉 上面就这挂了两个耳鱼 拉了 来来来 这就是我们要钓的小鱼鱼了 今天是要爆 第一杆下去就来鱼了 鱼 鱼 哎呦有啊 哎呦可以啊 鱼鱼 这道好辣 漂亮啊 哇 几分钟就搞了这么多 接下来就要开始埋陷阱了 先把血扫开 拿水把血浇干净 接着用这个找鱼神器 放在冰面上就能看到有没有鱼群 看到没 上面显示有鱼啊 我现在挂上小鱼 把旗子压住 带来这里 我今天耳鱼钓的多 我们步了十几个现金了 我已经感觉不到我四肢了 进来回帐篷等着上鱼就行了 哇小鸟一拉 哇进来吃点东西 暖和暖 这太幸福了 来鱼了 哎呦两杯啊 直接丢到锅里煮了 真的假呀 原来的柳根能直接吃 啊真的啊 最新鱼的 哎呦我的妈呀 什么玩法呀 好吃 待会你别抢一会 应该最鲜的了 当然了 本地都这么吃 哎呀四肢鱼 哇老嫩了 嗯 哇 本鱼都煮了吧 超级好吃 什么都不占都是甜的 啊 超级鲜 哦对王一波 我们黄桃罐头呢 啊 可在这儿埋着呢 冰尿怎么没有黄桃罐头 黄桃罐头没有 黄桃手高可能就有一个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看起来还挺好吃的 这放到外面放多久 半小时不到吧 是好吃 真的啊 哇还好久没带冰渣的 对 我真冻到这种程度 在南方根本吃不到 谁家冰箱能达到这么低的温度啊 嗯 哎 师太还忘了看陷阱 过去 太阳都要落山了 没想到陷阱还真有反应 看一条鱼也没上过 那我说 还是因为这个小资流的鱼太行 假如宰那个大狐狸鱼的体型 大肯定会上过 钓友说 不能让我们这么多钱买花啊 实际不行等过些天天气好点 和联系朋友 开楼季 带我们再挑战一次的那个大股 一定让我们钓到 这鱼咋不吃呢 我尝尝 哎呦我 这什么时候还有毛那个 我吃的 我不愿意 众所周知 来东北旅游 一晚的项目就是冰钓 前两天接到一个东北钓友集续 说这两天东北渔情暴躁 全是大雨 我和宇泉连夜从广东飞来东北 但结果却不尽人意 钓友说 不能让我们白来 今天去的地方 一定能钓到冰河巨雾 咱们今天去的地方远吗 稍微有点远 开车两个多小时 之前钓最大三四斤 上次钓了二条左右 走吧 但是大豪来了 现在就不好吃 怎么用我背着过呢 这事这么帅啊 哪来的呀 这是凯迪拉克XD6 我们去的地方路比较难开 我就特意借了一台 赶紧走吧 到晚的鱼就不好钓了 终于到了 钓友说马上就要下大雪了 下雪冰钓可太爽了 来 我们先卸东西 这就是手动冰钻 钓友说用电动的没有灵魂 手动的才带进 这就是暖炉啊 别看室外零下20多度 室内一烤啊 能零上30多 钓大鱼就要用大鱼箱来装 这是隔热店 我们待会就坐在这上面钓鱼 破坏空间大吧 可以自由调整 经常跑户外 就要这种空间才香啊 去去 哇 哇 我会掉下去吧 钓友说 虽然声音恐怖 但只是表面的碎冰箱 不用担心 你来选位是吧 对了 我脚下这了 开工开工 哈哈哈哈 能改造我上面的使劲吗 哈哈哈哈 钓友说今天温度太低 冰面太硬 所以不太好算 这时旁边的大哥看不下去了 说这种天气 还得是电钻靠谱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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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接着来吧 电钻也不行啊 这冰有点厚啊 这话咱们准备去 好像是炒冰 哦 进去了 噢 进去了 噢 哇 进水 出水 出水 噢 出鱼 我们所有吃东西呢 全都放在帐篷外面 外面就是天然的大冰箱 直接扔外面就可以了 这外面的温度比冰箱里的还要低吧 当然了 是吧 在东北长温其实是比冰镇的要冷 对 东北的冰镇啤酒就是长温的 哈哈哈哈 完了 过去冰镇 冰镇不只东西吃那不是丧失灵魂了吗 那肯定的 但附近买个吧 走吧 回到帐篷得赶紧开吊了 现在是雨最活跃的时候 就拿这种小短杆 因为在帐篷里面空间不是很大 这杆子要短 然后把这个黑钮一推 它就开始下线了 拿这个小票待会一下去就可以拽了 这个市场好神秘啊 是吧 这你不知道点有啥 我的耳发痛啊 吃啊 出去撕探人家情报 哇塞 又三条了 我拿起来看一下吗 可以可以 还是软的 待会就冻住了 好漂亮啊 哇塞好漂亮啊 其他银和我们用的耳溜 腰法都一样 也不知道为啥 就我们帐篷没啥 看来只能耐心等等了 这看也挺好吃 鱼不吃我吃 真吃啊 之前你们刷了个蜜袋 又吃这个的视频 我还挺好奇啥味 这跟残永一样 烤着吃应该能挺香的 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通风啊 哎呦 这上面还有毛呢 好香 吃啥味 超级好吃 真的 超级好吃的 好吃啊 我不愿意 哎呀妈 哇具好吃 烤了 四开烤几个 都来几个 哎呀妈哪好吃 太香了 烫一下 烫一下 味道太上头了 脆甜脆甜的 哇这个你看 流汁 就跟那个烤红薯烤到胃了 就流汁都没有 都糖浆了 哈哈 不想生吃一个 不过分了 真的啊 生吃真不行 生吃真的行 真不行 你们鸡皮生吃真行 比生吃 放在那儿不能生吃啊 哎尝一个 不能像 你到底是个什么物种啊 你还气火 气火 橙切做不到啊 哈哈哈哈 中午鱼不开口了 开始冰掉最辛苦 也是最重要的环条 哇塞 太香了 来之前觉得应该挺乏味的 来自我感觉太安逸了 这还是冰掉快乐手院了 真的没想到 太阳都快落山了 还是一条没有 哈哈哈哈 来回五个小时 掉一条 一条没掉着 丢了吗 没有之前吃挺好 之前吃老家了 跑了二百多公里 过来吃个火锅 看来 嗯 别逼成这样 别闹着我 要下去瞅瞅 完了一不小心 又整风一个钓友 没加电影